我叫贱 俗黑 独立 认真 最像男人的女人 内心其实是扭曲的 快节奏的一个人 男桥有什么问题 好 放心 我来办 好结 好看的外角 结出的大脑 幽默风趣 比较特立独行的女孩 很勇敢 特别有爱心 好阴险啊 开始的时候又跟我说 这个人有多好 现在就变成了 这个真的好贱 还是我自己演得太贱 没有 这个是复杂的人 因为第一次导演 来见我的时候 跟我说是很难很难演的 一个角色 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我看的时候 越看越觉得难 到我拍到一般的时候 越拍越难 有点混乱 对吧 有点复杂 你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难了 当时候在酒窍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点 桌子下面 我可以躲在里面 本来我们安排的 我不是在这个位置的 但是我进去 看了一场 我看到有一个地方 我可以躲起来 谁都看不到我 其实我看到的 所有都不看 我还是愿意在一起 当时候我就觉得 如果十月在一个 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上面 他肯定会 我刚才看到他的脚 我都是怕 我都是怕 一下谈回了 一个不能考虑 其实常见雄是一个 非常扭曲的状态 因为他有对兄弟 愧疚的这个心理 和对于南乔 执着的爱情的这个观念 他没有办法去 走啊 常见雄其实一直在 左右的在摇摆 你为什么不忘了 从我 你当不行就这样 从那你原谅我为止 只是因为十月 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他为什么表面这么狼酷 就是因为他之前 尽力了这一些东西 让他不敢去相信人 他只会相信自己 十月最难演的 就是这个灰色 因为黑和白都是反差极大的 而且是有明确的行为动机的 但是灰是最难演的 灰色才会有这种行为的灰色 但是我们去改编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说它可以是被动的 价值观的选拳 而不是主动的 是一可动 它不可动 主动的 在主动的心里边 这个男人它还是眼光的 它是正直的 所以其实我在演这个戏的过程里面 我会按照小说的难图 然后我会慢慢加很多四彩 我自己对十月的一个理解 我应该是怎么去演 他当下的那个反应 他那个感觉是怎么演 小燕给你拿 好吗 因为我扔给他 就已经是离开他 不用说这么多 他一站上来的时候呢 我记得就是 长剑雄南桥已经在了 所以第一眼他们看到 十月是已经换了一个脸 面对他们 这个就是十月 我意思是说 我没有放弃八分面 所以你是我监督里面 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在一起找我 滚 他心里面是一个好人 他是非常非常自卑的一个人物 经营酒吧也好 当兵的时候也好 到爱情 其实他都是不停地在失败 越自卑的人 他越要装 他就要给他在一个很坚强的样子 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 他要有一个保护 怕别人攻击他 但是我很喜欢十月这个角色 就是他很实在 这个人就是演起来 我可以放很多很实在的东西 放进这个角色里面 一个完整的一个十月 一个360度的十月 放在心里面 喜欢看小说的朋友 我觉得是一个惊喜 对